僑胞代表致致主席介紹僑胞代表 僑胞代表王家鵬僑務委員簡介 僑胞代表王家鵬先生為現任僑務委員 僑居菲律賓並擔任非法文經總會常務委員 非法青年服務團副理事長 非法各校友會聯合總會副會長等職 王僑副委員常年熱心僑社公益 積極配合政府推動僑務工作 堅定支持中華民國貢獻良多 現在讓我們歡迎僑胞代表王家鵬先生致詞 敬愛的馬總統 吳副總統 大會主席 王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父老 兄弟姐妹 各位僑胞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雙十國慶 舉國歡騰 在這充滿著歡欣喜氣的熱絡氛圍中 我們旅居海外的僑胞一同感振奮與喜悅 本人有幸 代表全球僑胞獻上我們的祝福 首先 要恭祝中華民國國運昌榮 全國同胞幸福安康 今年 適逢抗戰勝利 及臺灣光復七十週年 我在這裡 要代表海外僑胞 向所有參與抗戰的先列前輩們 表達最高的敬意 與最深的感激 因為 有他們的犧牲與奉獻 才有國家的生存發展 與民主尊嚴 也由於大家有著共有的歷史經驗 以及自由民主價值信仰 無論國際傾向如何變化 中華民國的促進如何艱難 海內外同胞總是緊緊相惜 互相扶持 永遠支持擁護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在這幾年 在馬總統帶領下 秉持繁榮臺灣 和平兩岸 友善國際的目標 正面影像當前國內外各項挑戰 並一一克服而呈現傲人的成就 本人 長年 喬居菲律賓 這幾年來 感受到政府全力推動國內產業轉型 鼓勵青年就業 及盡力爭取國際經貿結盟的幾基作為 而我們旅居海外的僑胞 也一定全力支持政府 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知協商 讓臺灣與國際經貿更能緊密連接 在兩岸關係上 過去七年來 政府在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下推動協商與交流 目前兩岸關係是分治66年來最穩定的時刻 在外交政策上 政府堅持以務實原則開闊國際發展空間 目前已有153個國家及地區給予國人免簽或落地簽證待遇 不僅大幅提升國人旅外經商 國際觀光的便利性 更突顯國人生活水準及人文素養 受到國際社會尊敬與領域 面對瞬息變化及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 中華民國臺灣也無可避免必須面臨國內外遠近的挑戰 但本人常常往返臺灣 發現臺灣人民在各行各業 各個角落所發展的優良價值 以及經過多年的民主政治發展 所建構的公民社會 都是臺灣年年進入原動 接下來我們仍將繼續在僑居國 協助中華民國臺灣推動公眾外交 號召全球僑商反國投資 並且用教育、文化、慈善、觀光等軟實力的展現 讓世界看見臺灣 共同打造中華民國成為令人感動及驕傲的國家 在這雙十光輝的日子 僅代表全球僑胞 再次公祝中華民國風調與順 國泰民安 總統閣下 政公康泰 全國人民 安居樂業 臺灣加油 謝謝大家 好的 在僑胞代表致詞結束之後呢 現在 今天的大會主席立法院 王金平先生 也將代表大會進入到總統府內 邀請總統馬英九以及相關的賓客 進入到會場參加今天的國慶大禮 而在接下來呢 將是國慶禮讚的一個表演演出 是將由台北愛樂合唱團 他們將以遍地開花的方式 用special的方式出現喔 一起來看看 旋餐資料 子曝香 麥克商 水里似圆游 山呀山游 殿延不断 金山在乎刀游 悠悠闻风长 明山呀 才能听得到春游 看风不过呀 年番加油 前前行邪游 别的千人柔 末术红人乘凉 舞蹈照颜色哟 嘿嘿嘿 看 沉默你满舟 宁愿在爱我心里相信 努力开心 别再忧愁 谁知我心中 何去何从 谁令我感动 愿你烧透 造成的威风 在心中 这无命满舟 都能懂 我认为他 成功 我认为他 我认为他 我认为他